诶 还可不可以再唱个别的啊 可以啊 来 准备好哈 我准备好 嗯 还是你准备好 您 我准备好 yes 你怕把老师震倒了吗 嘿 你这个大胖子 你吃了那么多 我还要吃 蛋糕 薯片 炸鸡和三明治 那要你不爱吃 吃吃吃 嘿 你们不懂胖子的事 吃饱了才有力气 剪掉肚子 胖子吃 这是从明天开始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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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你了吗 哦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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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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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吃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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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不要生气 生气伤身体 老师很有度量的 对 我相信 有度 没有量 我觉得你未来 可以跟清风一样 有很好的舞台 我给你过 老师 为什么会跟清风一样 我希望你加VEN 老师 им名字 想起苏打绿的清风 对曾经有过人这样说过 其实这样的声线跟这样的表现方式 跟你的样子是蛮特别的 你平常在生活中间 会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吗对你 会有人对我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做自己就好了 天生是什么样子 我天生就比较温柔 温柔 天生长阴就跟很多的男孩子 就是不一样 还有外貌 外貌就是气死别的男孩呗 谢谢 你的梦想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但我的性格又很腼腆很内向 所以我不太好意思在很多人面前唱歌的 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想锻炼自己 我想在这个舞台上 我能变得更加的开朗 和更加的勇敢 我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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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变得更好